主席今次政府就是讲2024至25年有关这个电脑化计划里面 他们要求是总共要投放21亿3千万 那如果对比2023至24年就是18亿5千万的 增加15点多 这个增加呢 我个人都支持的 因为为什么呢 盧偉国在这个意识堂上不止一次就提出呢 就真是政府的电子政务的速度真是要加快了 有盖碳呢就医到用时方向小 医就是电子的医 那比如在疫情之中呢 就先发觉原来因为以往在这方面准备不足做得不够 就当公务员要在家工作的话 就很多的包括我们工程界的工作开展都极为困难 工作链断链 那而呢 今次这个20亿3千万呢 是看个项目总数是960项的 那就是取除呢 就220万左右的项目了 那当然了 这个总是平均数字 里面呢 有些就可能很小的 小小的一些提升之旅 有些呢 就是比较大的软硬件方面的投放 那我觉得 真是应该都要支持的 你可以不支持吗 不过呢 我又真是要概叹多一句 医到用时方向少 有得用时又单击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指的是星期日 我们这么重要的区议会 在一元善选的制度之下的这个投票日呢 本来就一样都很畅信 到尾声呢 这个电子选民的登记冊的系统呢 就发生故障 那要 改回用人手去做 那也都要将那个投票时间呢 延长到12点 那对于这个的投票呢 整体安排呢 就的确留下一个 比较遗憾的一件事 那当然呢 另外呢 特首都说了 他们都会有 专家小组呢 去调查今次的 成因 还有呢 我都很希望呢 就是得出呢 就是说 怎样呢 以防日后呢 就会出问题 还有呢 假如呢 是要改用Plan B的话呢 怎样能够做到无缝陷接 那我就不是 是针对特别问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呢 也不是真的 这一团队的问题 那我相信 日后呢 我们立法会的同事 一定会方面跟进 那但是 在整体的电子政务方面呢 如果做到真的 数字政府 就不是只是 投放下去 一个个的 资讯科技的独立孤独 而是需要 真的要 要这些方面 是互联活通的 当然里面 会有一些很独立的系统 我不排除 但是很多呢 涉及市民的很多方面呢 其实应该有一个大的数据 大的资料 的互联活通 先做一唱顺 和才有效率 你只是说 公屋这样 他就发现很坑头 已经说了 是那些公屋市民的资产状况呢 那又要用它 特别的方法去找 没有办法 就可以跟其他 政府相关的资料 资料库呢 互通 那这个呢 就真的要拆长松绑的 所以其实我反而关心呢 就是整体政府 在这方面的大政策 我就不会问那些细项了 但是那些大政策 怎会做到 真正的数字政府 是真是利用到大税局 现今最好的科技 而是不会呢 只是造成一个个独立孤独 做到真正的 有需要的呢 是可以互联互通 多谢主席 其实路议员提这个呢 都很多次提了的 我们今次正正呢 在施政报告 即是特首提出 为什么要成立 数字政策办公室呢 正正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要这样 不希望 即是我们希望呢 是怎样可以促进到 数据的流通 分享 开放 和要应用 真是以数字去到 驱动政策的设计 和推行 所以呢 就主席你刚才说 怎样可以打破 这些重重关卡 这个是方向 当然工具都要配套有的 那怎么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建构中 亦都会加强利用 就是那个 授权数据交换集 怎样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去促进到那些部门 去加强数据的互通 而且呢 也都不是只是这个集 是配套有我们的 不同的基础设施 包括是我们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我们现在其实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已经是支援了有15个局 和部门有应用 譬如是一些交通运输上面的 有天文台等等 也都要配套有其他的一些基建 如何去用到一些 暂身的技术 譬如是人工智能 或者是云计算等等 这些 我们的方向是正如 议员所说是一致 将来呢 亦都是自己透过这个 大数据分析平台 结合 譬如是地理空间数据等等 这些 可以形成到我们香港这一边 迈向好像一个城市大佬 不论是从城市的治理 它的政府的那个治理的管治 素质等等这方面 进一步提升的 多谢主席 主席可以很简单 补出一句我提出的诉求 真是希望能够 主政务能够做到 提速、提量、提效、提质 在质方面 可靠性是很紧要的 所以千万不要 投放21亿3千万一年 然后到时 搞到市民怒怒 这个就是我的诉求 多谢主席